端午节华龙舟的节庆活动 复理箱吉拉米带文件站却整个搬到陆地上了 部落长者不仅废物利用 把废弃的木板椅子自制拼奏成五人座的龙舟 还有某有样的进行路上华龙舟赛 部落长者玩翻天 大家一起透过镜头来看看 部落长者以废弃不用的木板 木头以及椅子拼凑组成了五人座的简易龙船 不过这可不是用来下水滑的 而是以人力为动力展开这一场陆上行舟滑龙舟竞赛 虽然是陆上行舟 但是不论州庭龙船造型 滑奖、掌舵手、鼓手还是竞赛夺标 温健站部落长者全依照正规赛来进行 媲美了鲤鱼潭的端午龙舟赛 但更多了欢笑与趣味 每个人踊跃参加各个玩翻天 我最大的名字在上行舟之后 我们进行舟 自行舟尔 从头而言和关理 美女的謊 ,我一直在那里面 我第一个顺客 在那里面 我没有選擇 我不能 我都不在乎 庆祝端午节 布里乡吉兰明代文件站 特别举办陆上新州活动 让部落长者认识了解 汉族端午节华龙州的文化历史原由 也借此交流情谊 共同同乐欢庆端午节 部落的人来跟我们 还有我们文件站的长者一起 可以参与这种活动 所以辛苦我们的总干事跟理事们 这些都是他们的发想 我觉得我也是要从他们中间 学习到很多东西 以及我们长辈对我的那个关怀 也到现在我都觉得 我好像是他们家的孙子孙女 继续以后我会在这个部落里面 在想再发 就是在把我的长才发展出来 也谢谢这么多长官们 给我们的支持 吉兰明代部落文件站 欢庆端午节到场参加的 先议员林玉芬以及 副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 不仅和部落长者一起抱粽子 也和长者们组队参加了这一场 别开身面的路上行舟趣味竞赛 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端午节 记得是玉兰副里采访报道